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个秋冬天的雷品 分享的所有东西仅代表我客人的意见 第一个就是光腿神器 做博主这么多年 我真的从来没有分享过光腿神器 因为再真的那种光腿神器 我们都避免不了 膝盖这个地方会有褶皱的问题 我们在穿这种袜子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把我们的腿型的自然阴影给它磨平了 但是我穿到去的腿反而会更粗 而且我真的接受不了 就是光腿神器外面是有一层丝袜的 里面穿到去就怎么褶 它都褶不平 然后外面又怎么抽都抽不平 如果有些女生真的实在很喜欢穿光腿神器的话 那么我们就减少露出的面积 就比如说我今天穿这种长裙 底摆的位置 我就可以穿光腿神器 让它露出来的区域越少 看起来就不容易夹腿 接下来就是这种非常大件的这种毛衣 我一开始买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也是被那种照片给骗了 只拍了上半生 整个人岁月静好的样子 就会让我有一种浪漫的向往 买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问题来了 看这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还好 但是离远了看你就会发现 真面看是个头 背面看也是个头 不管你是傻身材 穿上去只有一种身材 那就是统型 接下来就是这种姚丽蓉的大外套 一般我们买这种衣服的时候 我们就会设想想想的身躯 套在这种大大的外套里面 有那种温暖被包裹住的感觉 但是其实买回来 它这件衣服只会穿上去 让我们显胖十斤 最后一个就是雪妮静 这个还是我十年前去英国的时候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品 但是这种单品它真的穿上去就是 有多臃肿 穿上去就有多臃肿 它这种如果要穿出那种很秀气的感觉 一定是我们的腿像那种足竿一样 只要我们的腿上会粗那么一点点 穿上去的时候它就是灾难 其实像这种雷品 我还可以再给大家出时机 如果你们有踩到的雷品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下次可以多跟大家分享